原神老玩家都不知道的好多好多小细节 屁股印记 沙漠地图小伙伴们应该并不陌生 因为米哈游强大的树立系统 可以让不同的角色在沙漠里留下的脚印不一样 这就不多举例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角色 重点说一下班迪特虽然也能留下印记 但只不过留下的是他屁股的印记 盾的裂缝 当碰见深渊法师时 在攻击的过程中你仔细观察他的元素盾 用相应的元素对他进行破盾 盾会呈现出破碎感 评译或者用错元素时就会出现波纹状 显得毫无伤害 地图上的地灵刊 在解锁虚迷时 你仔细发现其国家的地灵刊 已经标记在地图上了 但回头看黎月 农德和道七 并没有把相应的信息在地图上标记 大胆猜测一下 以后出新地图时 会不会连神童都有可能标记上 草地燃烧伤害不同 只关每个国家的区别 其实看草地也能分辨出来 用安博测试 会发现每个国家燃烧草地 给予的伤害都不一样 蒙德伤害最低 虚迷伤害最高 但你说和难度有关 元素精通有关 地区差异有关 似乎这三点好像又有关系 又没有关系 石头也可以坐 在提瓦特大陆上 不仅板凳动作 部分石头也可以坐 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坐在石头上 欣赏美丽的景色 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小细节 就是角色的神之眼 不会有任何的穿模 而是自然的靠在石头上 丘丘人会养猪 丘丘人的多样性 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 但养猪后的这个职业 我也是刚发现的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两个猪剑 还有看守的丘丘人 不会是凯瑞亚的移民 连畜牧业都发展起来了 下期见 拜拜